大家好,中国的房地产发展到现在已经有40年左右了 一开始的房价水平其实因为比较高,但是谈不上离谱 之后的40年房价就开始飞猛进的上涨了 一度犯了好几倍,一度变成了一种奢侈品 所以在此期间,很多搞房产的都赚得盆满钵满的 包括开发商,外行投资客,民间炒房客等等 谁是房地产最大获益者,竟不是银行,开发商 老梁为何对其欲言又止? 在节目中,老梁说过这样一句话 房价上涨后,不仅开发商赚到了钱 同样,前期买房的人也跟着获利了 而这个利益就能够掩盖很多矛盾 首要一点就是掩盖掉个人拿钱给开发商做成本 但只有各房者损失贷款利息和存款利息 而最终通过房价的上涨都可以把这些损失给弥补回来 也就是说,在房地产的发展过程中 让很多原本买房吃亏的人认为 自己买的房子增值后弥补了房贷的损失 而真实的损失其实最后还是得刚需来承担 所以在老梁看来,在房地产中收益的人 其实是那些早期买房的人 但这并不是老梁最想表达的 除此以外,房子增值的前提是卖出去 要是像现在这样卖不出去的话 在值钱也无济于事 不然倒是亏了房贷利息的钱 只能说和开发商相比 银行拽钱会更加稳定 能有各房者的贷款利息 还有开发商的贷款利息 不仅挣了现阶段各房者的存款 还挣了各房者未来的购买力 受益确实比开发商来的更长久,更稳定 亲爱的老铁,你们认为谁是最大受益者呢? 感谢关注,欢迎下方留言